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举办的网上入学资讯日 这一场讲座会讲解三个商学部的学士学位课程 包括会计商业商学士 人力资源管理商学士和市场学商学士 我是今天这一场的主持 是来自国际学院的Conny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讲者 包括Dr.Manko Dr.Kathryn Ng 和Dr.Yan Kwan 我在整个讲座开始之前 都有一些东西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讲座期间 未经任何授权 请大家不要录音 录影或者拍摄 所有的影片资料和资讯记录 其实都只是用在这个讲座之间 没有同意呢 未经我们同意 请大家千万不要录影 如果在分享环节之后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讨论室里发问的问题 我们三位讲者就会因应大家的问题去作答 也都欢迎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讨论室里留言 我们就会 完整个节目之后 我们才会再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答案 事不宜迟 我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第一位讲者 Dr.Manko 是会讲关于会的商学试课程 在开始之前 我就会先播一条影片 请大家留意 再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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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欢迎各位同学 家长来这个会计学商学士荣誉学位课程的talk 我是Dotter Co 就是这个课程的课程主任 欢迎大家来听这个talk 我简介一下课程 课程主要目的是 这个课程是在大学关秀的学位 这个是自知课程 一个全日制的自知课程 是四年制的 这个学校 通常呢 头那两年都不 如果读有关的课程 例如说是在副学士略毕业 或者是高级文行的毕业生 那大多数都可以直接入去第三年 就是第一第二年就不需要读了 那就可以直接不读第三年的课程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都会 我们的大学里面 这个同事都会看回 究童学有没有什么课程是漏了的 特别是一些通识课程 可能会去补读的 那就会跟大家详细去谈的 那课程主要目的 我们这个主要是一个会计课程 是训练得主要会计师的 希望能够呢 我们通过会计的教学 给同学得到会计的知识 还有呢 其实会计师不是只会计会计的 还有要认识很多其他的商业的科目的 那我稍后都会讲一下 有什么商业的科目呢 大家会去读的 还有呢 有些通识课程 那通识课程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作为会计师呢 不止只是识识专业的知识 还要识一些廣泛的知识 例如啦 世界大使啊 很多东西我们都会认识的喔 所以呢 亦都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课程的特点 有很多通识科目 可以给同学去选修的 那这个主要program 就是主要希望能够帮学生 准备呢 去做会计的工作啦 那会计的工作呢 那会计的工作呢 其实就不只是做会计的 那很多人誤解了 是不是只是做会计的 只是做审计的 那其实不是的喔 会计师呢 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的 我以前有二十多年的 会计专业工作经验呢 是可以做不同的事情的 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下 我们这些毕业生 会做什么工作呢 那也都有一部分的同学呢 需要去继续升学的 读识识识识过程的 那我们也有很多同学 去读识的读识识 尤其是内地生呢 他都会读一些 碩士课程的 继续他们的读书 这样也好 那我们也都很强调 圆人教育啦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那这个也是呢 那这个也是呢 我们课程的主要的目的 那讲一讲课程的架构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的架构呢 那这个是第一第二年班的过程 你见到呢 是有初级会计啦 经济啦 有企业的行为学啦 有创业学啦 有一些会计 有一些电脑的课程啦 有一些市场学啦 和有一些呢 一些最基本的通式课程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第二年班 那通常这些同学呢 在一些 譬如计专业的 副学士的课程呢 大多数呢 year one year two都免的了 那如果读商学院那些 我们都会看回 你是不是需要有关的课程 那尽量呢 帮你呢 免除第一第二年的 第一第二年的学习 那但是呢 通识科呢 是其中最主要在这里呢 有一些同学 譬如在 高级盟行课程那些呢 可能呢 之前没读过那些 通识科的 那可能就在课程之外呢 要保修那些通识的科目的 那第一第一年呢 通常呢 大多数同学都可以 都可以减免了第一第二年 那第三年呢 那我们读呢 就是中级会计课程啦 中级会计课程一二啦 就是财务管理啦 又这个 有成本会计啦 又香港税务啦 那英文呢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其实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呢 特别呢 叫同学呢 去设一些business communication 那对将来呢 去找工啊 或者将来你去继续去升学呢 那英文呢 都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同学呢 都要在这一科目呢 努力去改正自己的英文啦 那也都有 做会计的研究方法 这个呢 很重要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 读到会计的研究方法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的计师呢 也都会为客人啦 或者为公司呢 做少少的研究的 有时 那这个方法呢 就教大家一些研究 会计研究的方法 那教了之后 怎样啊 是不是没得用呢 有 那等一下讲第四年呢 我们会有一些 叫Becom Accountancy Project 那一个毕业论文呢 就给大家去 用大家 在这个方法学到的会计 是研究方法呢 去做一个毕业论文 去增 去 去 以致用 试下做一些 简单的研究 那我们会读法律啦 会读成本会计啦 和一些 一些自由的选择方法 那自由选择方法呢 我们希望能够呢 特别是会计的课程呢 希望大家呢 会选择一些关于会计的 高级的高级 比较高级的课程 那希望能够呢 帮同学呢 能够增加多些会计的知识的 那另外呢 在第四年呢 我们都会 读一些高级会计啦 也都会读一些 審计工作啦 和一些商业伦理 这个很重要的 商业伦理现在是很重要的 那和一些策略 公司策略的管理啦 公司法 那刚才我讲完了 你同样一些会计的研究 研究方法 就在B.com Accountancy Project 用出来啦 做一个毕业论文 那一会儿就会详细讲一下 毕业论文 做些什么 其实都很有趣味的 学了研究方法 接着做个毕业论文 将来呢 可以帮你的客户 或者帮你的公司 做一些些研究 那最后呢 这个叫做 GE Capstone 就是呢 最后一个最后level的 Capstone课程 通式课程 有没有做一些project 那就是学以致用了 那我这个课程呢 是很注重学以致用 和准备同学呢 去读他的硕士课程的 那下面是红色一些 有税 高级比较高级一些的方法 比较进心一些的方法 就是例如税务的计划 和管理 会计 高级会计 和高级審计 和财务报表的分析 和呢 我们还学一些 list company 可能有些责任啊 或者有些合规的 合规的知识 大家学的 那为什么这里有四个红色呢 因为它们都是 所谓自由选择的方法 那同学呢 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那就是第四年的课程 从完成之后呢 你就去准备 是毕业了 基本上 那说一下accountency project 这个就是毕业论文 其实呢 我们学了很多会计知识 第一第二年 第三年 都学了很多会计知识 希望能够用这个accountency project 能够令同学 学义自用 做一个呢 它可以搞一个有兴趣的题目 那就去 用一个 用一个研究方式去看这个题目 就呢 解决这个问题 那同学呢 做很多题目都很有兴趣的 那让他们呢 增加多些 学义自用啦 能够呢 也都锻炼到自己 有一些研究的能力呢 帮客户 帮公司做研究啦 或者那些同学呢 会继续他的碩士课程呢 那就可以呢 就可以去 用这个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呢 去读他的碩士课程 那也是一个 另外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课程也很注重 同学呢 学义自用 就是会计实习的 项目的 那我就是这个 会计实习 课程的主任来的 那我2020到2021呢 他有17个同学 就是40%的同学呢 就要出去做实习的 那我负责帮他找这个实习的机会 差不多实有的了 如果你想做的话 一定有这个实习的机会 那我希望能够 同学就是学义自用啦 希望同学能够 开始到一些工作经验呢 以后呢 找工作比较容易一些 那同学呢 也可以认识多些人 认识多些会计界的人 可以增加人物的网络啦 而呢 有一些学生呢 甚至做完实习的课程呢 已经拿到一份工的了 就是做完实习之后呢 第四年的开始呢 他已经拿到一份工 那就不用担心再找工作了 第四年 因为呢 他做得很好实习的课程 那些人呢 就立刻说 你来我这儿做啦 那帮助同学呢 找到工的 那有实习的机会呢 也能够帮同学呢 能够容易找到工作的 那也是想同学知道 通过这些实习课程呢 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那会计其实有很多工作的 不只是做 啊 只是入数啊 会计师啊 或者只是做呢 一些审计的工作 那会计师呢 可以做一个税务师 譬如我自己也是一个税务师 我也是一个财务插牌师 我也是一个呢 帮手调查诈骗舞弊的主要人员 那有很多事情 会计师可以做的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上司一下 没有人想着会计师做入数啊 会计师有很多不同的工种呢 是可以去做的 那大家可以 这个实习课程呢 就去看一下了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也都是很特别 受到呢 很多会计师公会呢 是承认的 香港的会计师公会 和其他国际有著名的 会计师公会 都确认了我们这个课程 什么叫做确认了这个课程呢 就是说我们到这个课程之后 学生可以考这些公会的事 可以有免试了 那举个例子 香港会计师公会 如果到完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 它最基本的 associate level 那十张课程呢 是可以免试的 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课程 专业地训练学生 去考会计师公会的工会士 那之后呢 在香港会计师公会呢 就是专业课程有四科 我们都准备好同学 去考这四个课程的了 最后的final examination 叫做capstone 那么呢 考完capstone之后呢 他就会成功 再加三年工作经验 就会成为香港的会计师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绝对能够准备学生 给足够的知识 给足够的经验 给他们呢 去考这些猪肉会的考试的 那也都呢 同学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考不同的课程 考不同的课程 那课程呢 可以看回我们的网页 和看回我们的资料 那另外一些人 啊 会计师 那那些同学通常做什么呢 通常呢 就会做accounting 和会计和审计工作的 有些在商界里面的工作 那这些其中 有些有名的会计师楼呢 我们同学都在里面做事的 有些很有名的 国际的会计师楼 很大的会计师楼呢 都在我们同学都在里面做事 甚至有些毕业生呢 很久之前的毕业生 已经在这里做得很好 在这些公司里面 那同学通常做什么呢 通常80多个percent 85个percent左右 做会计 审计那些工作 税务的工作 你见到呢 有做其他 吃其他东西的 有做市场学 有做其他的工作的 那去学藝人呢 3个percent那里呢 大概至少就是 学生走去读书了 继续去升学 读一个碩士課程 那有些同学呢 有些同学呢 我们也都有呢 碩士課程 给同学继续去读书的 我们有会计的 Master of Accountancy 会计的碩士課程 也都有一个 会计及财务的碩士課程 给大家同学呢 去选收呢 去继续去读书的 那也都有其他同学呢 其他同学呢 就去了其他大学呢 继续升学 而我这个课程呢 是 亦都能够准备到 同学呢 继续去读书的时候 试试课程的 那另外呢 这个是个 这个学费啦 那特别留意 本地学生 和非本地学生的收费 是不同的 那我们怎么收生呢 很简单的 收生副课 4毕业 本地和外地 我们都会看的 那也是呢 一些高级文明课程 那我们都会看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呢 你申请了之后 我们会逐个逐个 每一个个案去看的 很细心去看 看看究竟你适不适合到 会计啦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最主要就是 你能不能够 将来考到会计师考试 那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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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到你 看清楚 那可以辅助你 将来呢 读到成为一个 专业的会计师 那另外呢 如果有些同学呢 读一些 譬如说在副学试 飞 飞我们浸会大学 持续教育学院的学生 他在其他地方读一些 一些副学试的科程 或者高级文的科程 那我们可能呢 就需要呢 读一些 读一些通识科目 那在课程之外呢 学生就要读 读一些通识科目 那才能够毕业的 那这个特别要留意一下 那我刚刚讲完学费 那也都我们有很多 奖学金 还有很多奖金 给同学去申请的 如果你入学 很高分的 那入学奖学金 读书读得好的 有学业奖学金 有对社会 可以做一些服务的 那些是学生领袖来的 做得很好的 那又有奖学金 那也都有其他不同的 那很多奖学金呢 给同学去实习啊 去实习啊 去实习啊 特别留意一下 有一个IOS的 Tax fee的补贴 那希望呢 幫同学呢 考考IOS的试诺 证明他们呢 英语的能力了 那这个很重要的 那大家同学一定要 争取的机会 去准复 令自己英语更加有进步 那有些东南呢 都是会帮我们提供一些 奖学金给我们的 大家同学都特别留意 我有同学拿很多奖学金毕业 加上研证 我所有找的研证都是雇主会给钱的 也足够给同学加学费 甚至零用钱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联络回我们 看我们的网页 或者传电邮问我们 或者打电话 3417543 联络我们的Program Office 就会解答你们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 之后就可以再去问我 那我就完成了这个批评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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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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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M Program的课程内容 以及教学活动等等 大家可能会想一下 究竟什么是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那我们的课程叫做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那什么是HRM呢 那其实Human Resources 就是人力资源 那其实现在现今呢 商界都会叫做 我们叫人才 或者是人力资本 那简单的说 如果大家将来做Human Resources 就是帮公司去处理 激励人才了 那范畴都很广阔的 其实所有公司都需要HRM的 无论小公司 大公司 公营机构 私营机构 学校等等 或者是NGO 都是需要去处理人才的 你会帮公司怎么样 吸纳人才 好了 人才进来了 你要帮公司培训 给他们一些training 然后他们做得好的话 要奖赏他们 等等的 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 就是行括了这些范畴了 那另一个 你可以考虑你的career 也可以看一下你做顾问 还是公司内部的专才 或者是公司内部的generalist 所谓公司内部generalist 就是说 通常是一些中小型的公司 那你去到呢 刚才我所提及的范畴 請人留人 engage同事令到他们开心 你就是什么都做了 因为他公司的规模不大 但是呢 但是呢 当公司发展到某个规模 那它就会分 就是分工种 那可能你只是负责做请人 或者 training 培讨计 培计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學習的 又或者是做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做reward 獎賞的 這些 但是呢 你的career path呢 也可以去一些顧問公司 那這些顧問公司呢 也都是分開不同的範疇 不過他們 再給專業一點的服務 給公司 那變成呢 你會有個sales的角色 但是做的事情呢 是sales一些人力資源服務 給公司 例如一些head hunter 獵頭公司 他們會幫公司 請一些很高級啊 或者很專門的人才 他們用一些很scientific research的方法 去找人 那這些呢 就是大家的career path 好了 那希望大家對人力資源了解了 那因應以上這些所有HR的範疇 很廣闊 所以呢 我們的課程的內容 其實呢 都很貼近 外面公司的要求 而於是我們呢 就 design了一些關於人力資源的課程 跟我剛才說的那些差不多了 在你們四年級 也都是讀一些 深一點的人力資源課程 這顆contemporary HR issue 就會為大家揭示一些 最新潮 最前瞻 人力資源管理的方法 方法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你會學一下 怎樣去 簡直是 design一些HR strategy 最後 這個是一個 一年 research project final year research project 也都是好像上山一樣 這兩課都是好像上山一樣 有機會你們 apply 兩年來學習HR的東西 以research的方法 去找資料 然後分析資料 最後做一些 recommendation 那由於現在 我們這個globalization trend 都很強 很多公司 和公司之間 大家是不同國家 一起做生意 而所涉及的人力資源管理 又再專業一些 我們有一幅叫 international HRM 剛剛那個semester 我們第一年 和美國巴西 兩間大學的 的年輕人 做了一個virtual exchange 大家通過zoom meeting Whatsapp 去談功課 然後呢 發展了一個project出來 那這個呢 他們 我見這些同學 每個都學到很多東西 從香港學生 從美國巴西學生 當中都學到很多東西 他們都step out 了自己的comfort zone 很大膽地 在外國同學面前 present自己的idea 我們也有一科學HRM in China 另外這兩科 也是我們program的主打 mentoring 是一個學徒制 就是我們會派給同學 一些很高級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 來到去在那一年 給一些mentoring指導大家 不用考試的 這裡有些科目都不用考試的 OK 好了 internship了 大家呢 只要做滿一百二十個小時 在一個社會裡面 也都可以去 join到這些科目的了 就是做實習了 真是你試一下做HR 因為有些同學 經常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做招聘好 還是薪酬管理好 好啊 那你就試一下做internship 去try一下 好了 我們呢 因為是屬於 business的這個stream 人力資源是 所以我們也要上一些 business related management related的課程 例如 是一個策略管理 企業家管理 企業家管理 倫理管理 談判的管理 等等 務求大家是 學到多一些的business skills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課程特質 是的 都某一部分的學科是不需考試 因為我們都強調 很強調這個learning beyond lesson 是一個active learning 主動學習 和一個experiential learning 體驗式學習 正如剛才的影片 你都看到到 我們很多活動的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活動是什麼 好了 正如剛才所講的 我們program的一個feature的course 商學院有幾個 都利用我們這個course 做了一個藍本去看一看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都做了這個mentoring program 很多年 我們就邀請了很多人力資源的高層 一對一 來到去和每一個學生去做指導 事業的指導啊 指導關於人力資源的知識啊 等等 當中呢 mentor和mentee 就是你們 所獲得到的friendship connection 是一生一世的 那這個我們也都會每一年都會搞一些 ceremony 去多謝Manta 是的 這個是 還有我們也是和很多大公司合作的 那些mentor來做很多大公司 Internship 我們有兩科 叫做HRM internship 或者Business internship 你可以描述兩科的 HRM internship 還有如果你Business internship那裡 你描述HRM也都可以的 你做兩科HRM internship 那好了 疫情前呢 我們會去overseas 很多的不同的僱主工作的那些學生 但是疫情之後呢 當然大部分都是local 不過呢 學生們呢 都很容易找到工的 因為都其實HR啊 都很多公司是需要的嘛 那他們在internship 學到的東西呢 都很多 是一個其實可以在大家畢業前 像我剛才說的 大家試一下先 CLP internship program呢 我們每一年學生呢 都有成功加入過 它是一個為期一年的sandwich year gap year 去做intern 中電 那當然啦 你讀了這一年呢 你會devert一年畢業啦 但是這一年呢 我見去做這個program的同學呢 哇 回到來眼界大開 他們很ready去讀 繼續讀四年級的課程 然後呢 那個自信心是得益很多的 剛才我提及過啦 我們有些科目呢 是比較深一些的 例如 最調教你們人力資源的contemporary issue 那科 那還有其他有些科目呢 我們都會 老師和學生一起出去 Aternity conference 在這些研討會當中 同學們是有機會聽到speaker 講解一些人力資源的topic 和認識一些speaker 做一個connection 這個connection 你不要看所有的connection 一個connection 可以令到你增進人力資源知識 還有甚至乎可能會有機會將來 你不知道的嘛 可能win到一個job opportunity的喔 其餘呢 所以我們也會邀請一些高級的人力資源的從業員 來班房做這些guest lecture 或者seminar 讓同學可以在班房裡面 都有機會聽到這些industry leader 分享人力資源管理了 也都是establish一個connection 除此之外 我們會鼓勵同學去海外參與比賽 例如美國的UC Berkeley 很出名的一家大學 一個關於企業管理的boot camp 當時他們拿到獎 好了 由於我們都是research的school 我們都參與了同學們 剛才我提及的final year project 都參與了CIE 他們organize一個research symposium 將他們final year project 提供出來的 我們同學都獲得獎 那大家都是talent來的 我們這個program 都attract著很多CIE、SCE、學校的一些 award或者是獎學金 只要大家留意著email 也都是全程投入去讀書 去進步去參與課外活動 那大家就會有資格參加了 可以報名參加了 我剛才提及過人才 當同學在我們這兩年讀書呢 我們都是視你們為人才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提供你們 發展你們人才的機會了 例如通過學科 我們有一科叫做leadership service leadership for the value based leadership for the community 是一個GE最高級的capstone course 那同學們呢 有機會是 act as a service leader 去計劃領導一些leadership project 去serve community裡面的一些users 例如elderly啊 小朋友啊等等 那當中學到的東西就很多了 例如呢 他們試過有一年 教南亞裔小朋友做cookie 等等 剛才提及過 我們也都會 有一科是advanced HRM 我們這些同學 直接他們是experience as a speaker 他們organize 他們幫我們這一科 organize 一個conference 然後將他們做到的research 發佈出來 當中他們experience as a speaker 昨天也會請一些industry speaker 來conduct一些forum discussion 剛才我提及過 我們有一個final year project 我們同學也都有機會 是act as一個顧問的形式 幫公司收集data 和分析資料 和給recommendation公司 我們有兩家公司 都超過了四年的合作關係 它每一年都給我們學生繼續做下去 因為它都很滿意學生的research 我們學生也可以有機會 act as event organizer 搞活動 MC helper 等等 當中所學到的employability skills 都增進了很多的 我們program也都有很多學生活動 例如學英文 幫忙做admission talaok等等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同學有什麼問題 以及隨時有問題 也可以發射他們的email address 好 謝謝Catherine 同學有問題 或者家長有問題 都可以繼續在checkroom發問 那我現在都將時間馬上交給Dr.Kran 是講關於市場學學士學學科學程的 是 麻煩 麻煩 請問聽到嗎 聽到 聽到 好 我想 麻煩 先 share screen 看到嗎 各位 大家好 Hello 我是Yan 我是香港鎮會大學市場學系的公司 亦都是市場學商學士學位課程的副主任 在接下來這15分鐘 我就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Bitcoin in Marketing 市場學商學士學位課程 那都是啦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隨時在checkbox上留言 或者發問 那首先讓我講一下我們課程的宗旨 我們一直都想培育我們的學生 成為專業得能 而且又社會責任的市場策劃師 那我們想透過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科目 為同學提供最新的數碼營銷 和社會創新的知識 因為這兩個都是現在的大趨勢來的 那同學可能已經聽過不同的學院 學校很多不同的課程 都在想著 究竟哪一方才是最適合自己的呢 或者你們會考慮到自己的興趣 課程的內容 教學的質素 一些特色的活動 甚至將來的出路 所以以下這10分鐘 15分鐘 我就會透過這幾個範疇去做一些講解 那我們就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自知學士學位課程 主要用英文作為售課的語言 那同學完成了負學士或者high deep之後 想到來再讀多我們兩年 大概60個unit的學科 就可以得到這個學士學位的知力 那一般來自負學士或者high deep的同學 如果他們之前收到過會計 經濟 或者其他通識科目的話 以下這些的 prerequisite 就有機會豁免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來讀我們 市場學的專業科目 剛剛也提過我們一些課程的中置 所以我們都會按著一些重點的目標 包括有數碼營銷 市場策劃和社會創新 去建立一些很多類型不同的科目 例如有event marketing brand management 甚至我們會出國做internship 或者field trip 那一會我都會抽一些科目 比較特色的科目 跟同學做一些介紹 那就讀我們課程的同學 第一年就會收到一些很基本的 有關市場學科的科目 包括有這個商業的溝通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作為一個Marketer 溝通是很重要的 無論對客人也好 對自己公司內部 甚至我們的合作夥伴都非常重要 另外現在都在說這個大趨勢 Global Marketing 那究竟怎樣可以教導同學一些 環球營銷的技巧 甚至剛才我也說過數碼營銷等等 這些多方面的專業 那到第二年 就是Year 4 也就是最後一年了 那除了一些必修的科目 我們會提供給學生之外 有大部分都是會來自自選科目 那同學就可以按著自己的興趣 去選自己想讀的科目 或者進修某一類型的專業知識 那以下就是一些 比較受我們同學歡迎的科目 例如說有些人很喜歡做宣傳類型的活動 那他們就會讀一些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喜歡做宣傳類型的活動 就會做宣傳類型的活動 甚至可能會幫公司 策劃很多不同類型的方式 那會有brand management等等 那同一時間 我們的課程 就是我們想我們的同學 將在課堂學到的東西 應用在現實生活中 應用在這個現實的 commercial business的社會裡面 也就是讓同學有實戰的經驗 其中包括一個大家都會經常問到的 會不會有internship 那沒錯 我們也跟其他program 一樣有internship的機會 那同學可以選擇到 在香港做實習 或者是海外實習的 我們希望呢 同學透過這些實習的機會 提升他們在職場的溝通技巧 甚至得到一些很重要的工作經驗 那為他們將來運工有一個 打好好的基礎 那同學呢 也可以選擇到海外實習的 因為如果有些同學喜歡去看 不同地方的文化或者工作環境 那這個海外實習的機會都非常重要 那你在圖片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同學 很努力工作之餘 也都很趁著一些假日空閒的時間 去觀光一下去了解到當地的文化 那左邊這位男同學呢 在英國完成實習之後呢 可能喜歡了英國的文化 那他在我們畢業之後 也都回去英國進修一個的碩士過程 那另外呢 我們有同學在海外實習之後呢 雇主很喜歡他人 也都給了一個全職的職業 讓他完成了我們的課程之後呢 直接飛回當地去繼續的工作 那你說我除了海外實習機會之後呢 香港有沒有呢 香港呢我們都有很不同的實習夥伴 包括有這個香港電台 RTHK和英網娛樂EEG 那有一年呢 我們的學生呢 就透過香港電台的實習計劃 去幫恩怡去制定一系列的宣傳計劃 去推廣她的新專輯 而另外呢 我們的同學也都幫英網娛樂 旗下的許正韻歌手 去做一些的宣傳活動的 那以往我們的同學呢 分別都到過加拿大啦 澳洲啦 英國、德國等等地方 去做這個海外實習 那但是因為疫情之內 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同學都要在香港做實習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都超過70%的同學 是成功得到實習機會 除了實習之外 那有什麼體驗式那麼特別呢? 就是我們會舉辦一些海外交流活動 我們的同學就會參加一個 為期四至五天的Fill Trip 去到海外當地 去跟一些企業代表溝通 學習當地不同的市場營銷的技巧 以及經驗 我們都曾經去過有這個 新加坡、首爾、台灣和上海等等 去做一個海外活動交流 那一年我們去新加坡 我們的主題就是Tourism Branding 讓我們的同學可以學習一下 如何幫一個地方打造成一個 吸引旅客的旅遊城市 而另外呢 我除了幫大公司工作 去做Fill Trip之外呢 我們也會關心到很多中小企業 甚至一些非宏利機構 甚至社企 因為相對比大公司 他們的市場資源比較少 但我們也很想讓我們的同學 學習到如何在一個有限的資源下 做到有效的策略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科 叫做Marketing Predicum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讓我們的學生 可以學習到如何 幫一些非宏利機構 或者社企出貿欠賊 在我們過去十年 我們也和超過六十間社企 或者非宏利機構合作 正正因為社企的普及 和社會創新的重要性 我們更加開納了一個名為 Lerturing Global Mind Change Maker 一個教育計劃 當中得到社企基金的大力支持 其中呢 同學會做些什麼 他們就是會和一間 香港真實的社企公司合作 去幫他們想一個市場拓展計劃 到最後這一班同學 就會在評判面前 去匯報一下他們 怎樣去幫那間社企 去設計一個計劃 最好那個idea 就會真真正正幫到 他們的社企夥伴 贏得十五萬港幣的起動基金 所以在這些課程 這一系列的體驗式課程 我們的同學是學到很多 不同類型的知識 甚至可以去實踐 他們將自己所學的 實踐到真實的社會 那除了剛才所說的科目 我們也有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 例如說 我們會帶同學去到社區 社區中心或者社區 那裏教授一些市民 大眾市民 什麼叫做良心消費 也都會入到中學去教中學生 問什麼叫社企 究竟社會創新有什麼重要 到最後他們會一起建立一些社企計劃 你會看到中學生在完成了那些 工作室之後 他們會在我們 在我們老師面前和評判面前去分享他們的社企計劃 而另外我們也會有 我們的學生會加入不同大型的活動 其中一個大型的活動就是Rugby 7 也非常出名 我們的同學就會成為helper 去即時幫他們 upload 一些照片上的社交媒體 去更新一些活動的詳情 又或者他們會先體驗一些新興的活動 再幫新興活動想一些活動 我們會有guest lecture 請到不同的嘉賓或者公司的代表 來分享一些實戰經驗 除了讀書之餘 我們也很鼓勵同學去參加活動去做運動 我們的同學也會去籃球比賽 足球比賽 當中他們都贏了不少獎項 除了運動之餘 我們也很想提升同學一些社交技巧 例如畫一些餐桌禮儀 點一些品手的tips 甚至面試的技巧 怎樣用一些器材等等 我們也會有相關的workshop 給我們的學生 我們也會有組織組織 讓學生可以快點融入在校園生活 認識多些朋友 認識多些人 最後也會有些high table dinner 令他們在畢業之前 有一個大型gathering 一起開心一下 除了讀書 除了活動、運動 我們也很鼓勵同學參加一些校外的比賽 我們同學也有獎項 也得到的 你說讀完我們的program之後的出路是什麼 以下就是一些範疇 我們同學在畢業之後會做的 例如他們在一些廣告agency幫忙 會幫公司想一些品牌策略 甚至可能會專門做digital marketing 因為現在同學都很喜歡social media 都很喜歡digital marketing 很多同學都去這一方面發展 有些同學就喜歡自己創業 就會自己開公司 右邊就是一些僱主的例子 超過八成的同學在畢業之後三個月內 都會成功找到工作 有些同學就會選擇去繼續進修讀一個碩士課程 你說這個自資課程 我們的同學可不可以申請資助或者獎學金 我們都有不同類型的資助或者獎學金提供到的 詳情你也可以上我們CIE的網站 就會有很多資料提供到給你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個學位的證書是由浸會大學去頒授的 而且完成了我們這個學位 亦都等同完成了一個CIM Charter Institute of Marketing 的一個module的合格值資格 所以是一個非常受到 這個industry recognized的課程 如果同學想知道有關我們的活動 我們的資料 你除了可以電郵我們 打電話給我們 也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Instagram 看看 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同學有任何問題 歡迎隨時發問 謝謝 謝謝 謝謝Yan 我們三個課程都介紹完了 關於雙學士學位的課程 有問題可以繼續問 又或者上我們的電郵 發電郵給我們 打電話給我們 任何方法都可以的 現在如果沒有特別問題 我們這個環節已經完結了 好多謝三位港姐 多謝所有參加這個講座的同學和家長 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的社會科學學部 還有應用科學學部的課程 還有全理學的課程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繼續留下聽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環節完結了 謝謝各位 拜拜